大家好,我是嘉義基督教育院 大腸直腸外科朱俊廷銀師 今天我要為大家解答坊間傳說 外食俗是否等於大腸癌 現今社會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很多人忙著讀書,忙著工作,忙著照顧小孩 實在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打理自己的銀師 加上現在外送平台這麼的火熱 滿街的UberEat,滿街的FoodPanda 吃這場市就變得非常的方便 不管你賺的錢多,賺的錢少 其實都脫離不了外食 如果你真的要外食,請盡量避免重口味 油炸類、燒烤類,還有大魚大肉 如果你想要吃得健康 你就要多挑選瓜果蔬菜類 而不是超大炸雞腿或者是超厚炸豬排 也盡量不要挑選加工食品 像豆皮、百葉豆腐那一類 其他,你可以挑選富含Omega 3的食物 例如鮭魚、秋刀魚、核桃 它們都能促進腸道的健康 最後,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避免外食 可是你又出現了一些腹痛、排便出血 體重減輕或排便習慣改變的症狀 請盡快找醫師檢查 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